大家好,我是職工盟的代表陳超偉 我想我們想強調就是假東西絕對不可以當真 希望大家會認清其實這個方案絕對是一個假普選的方案 假東西當然不會變真 而過往反民主也不會突然變得民主 近日一些在過往多年一直堅拒實行普選 實行民主改革的一些大財團、大財佛 突然出來去遊說香港市民代表 是不是因為他們突然間忽然民主呢?很明顯就不是 其實他們都明明知道這個假普選方案 是能夠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 保住他們壟斷了香港社會財富的一個特權地位 他們想保存的就是一個一對九十九的社會 我們希望廣大的市民能夠看得到 其實這個是假普選方案 只是會維持既得利益者、維持特權階級 維持一個官商勾結的制度 受苦的是廣大的市民 我們在這裡呼籲現在大概還有四成支持代絕先的市民 他們認真再思考、認真再看清楚 這個假民主、假普選的制度 其實正正是會繼續延續 一比九十九這樣的不公平的社會制度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去支持反對代絕先 6月14日和往後的滾動集會 希望大家一齊出來參加 多謝各位